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中共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網友3月31號上傳的視頻顯示 安徽棒部的警察在街上攔截車輛檢查 健康碼是紅碼的 直接抓到醫院隔離 費用自理 上傳視頻的網友說 棒部目前已經隔離了600個武漢肺炎患者 河南省鄭州市新正龍湖鎮前湖西社區 3月31號上午9點半突然封閉 一名維修冰箱的工人到小區上門修冰箱 進去的時候一切正常 修完冰箱出來 小區封鎖了 不讓出門 3月31號 湖北省襄陽火車站附近的鐵路家屬區 鐵路二院一區二區出現反洋病例 小區再次被封閉 禁止人員進出 重慶地波春天小區物業管理處3月30號發出通知說 從31號起 小區再次關閉 業主平吃前發的卡進出 重慶就去以外回來的人全部要測體溫 並居家隔離14天